哀家联姻是什么意思啊 哀家就是想让吕家和太祖皇帝的子孙们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你们倒好无事生非 现在好了 刘游死了 战争又吵起来了 你这是该当何罪啊 姑母 姑母 您是最疼心儿的了 您就饶了我这一次 我以后不敢了 我以后会好好收敛的 参见太皇太后 他们还围着赵王府吗 心儿 姑母这次保不了你了 为了我大汉的和平 为了屡留两家的和睦 你去吧 姑母 姑母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姑母 表哥 表哥 你救救我 表哥 你救救我 救救我 表哥 其实心儿也不是非死不可 姑母 不如由您把两家给召集起来 联络一下感情 在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我相信他们会给您这个面子 这不是便宜他了 可是杀了心儿 刘游也活不过来 而且会让我们吕家更狠刘家 这不违背了姑母您希望我们两家和睦的本意吗 又是你那个军师给你出的主意吧 这次算你命大 下次再犯 艾家就保不了你了 这件事你就去办吧 艾家想清静一下 是 故事 只是 姑娘 怎么办 大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了 艾家怎么做 才能让两家都满意呢 艾家cade 哀家平时公务繁忙 没有机会把大家聚在一起 共享天伦之乐 今天有空 把你们大家叫在一起 句一句 免得亲人们在一起 感情疏远了 太皇太后一命 敢问太皇太后 赵王留有自尽一事 该当如何处置 这兴儿确实是雕横也瞒了一些 可是友儿是自杀的 好像不关他什么事吧 不过哀家已经罚他 闭门思过三个月了 一条人命 闭门思过三个月就了事了 太皇太后处事 可真是公平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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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